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的股市見底沒有呢? 有時候我們怎樣去看新聞 一些消息呢? 今天想分享一個新聞給大家看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東方的新聞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主題 一週十大驚奇 匹極太來近 異象語5P寓言 簡單說一下 讀一下它的內容 2020年終於熬過了首季 回看一週十大驚奇 去年底引述異象語言 今年首季將是全球股市主要升幅所在 為受疫情打擊 異象曾於1月25日警告調整內料 之後於2月初預告股市 已踏入最後歡樂時光 結果當月底大塌 然後再反覆 勸投資者設計衝動 現時又如何呢? 踏入4月 市場繼續看淡居多 為異象語言股市或異見底料 可能會進入一段反彈浪 跟著我們看第一段 大家過去說 匹極太來超準牛熊指標 現馬入訊號 雖然市場看淡情緒高漲 但美國銀行測試非常準確的 牛熊指標上週五三月二十七日 出現重大訊號 就是以觸及零 意味著市場看淡情緒已達最大跡 往直顯示股市意見底 並有望大幅反彈 這指標於2002年面世 數值由零至十 低於二是確訊買入訊號 高於八是確訊沽售訊號 一向較為準確 目前最新跌至零 反映股市100% 確訊買入訊號 回看近年出現買入訊號 是2016年6月英國公投脫歐後 2019年1月及8月 事後回看股市確訊報入升浪 事實上美銀表示 他們私人客戶的股票投資配置比率 目前已跌至52.8% 是2013年2月以來最低 就這樣看這一點的講述 就是股市似乎見底 是現在時候值得買入 就想分享一下 之前在我五大主要輸錢的因素裏面 都提過 其中一點就是 新聞和報紙的消息 我們就不要相信它 就是不要看它 為什麼呢 下面呢 有些很值得看的 就是去到這個 大家可以開回新聞才是4號 等一下 對 44號 對 我開回新聞來看 它去到這個 第六 看看 第六開始了 有些這樣的寫法 他就說 皮極太來 全球資產何時見底 可觀察5P 講起轉捏點 本週有研究指出 對於包括股票在內的風險資產是否已經見底 雖然好友和淡友仍然爭論不休 但或許可從以下5P中能找到答案 大流行 生產 政策 倉位調整 以及價格 因此 劃許5P有座板 轉捏點 本週分開5點 作論述 有正方及繁方 讀者可恥行判斷 以下我會讀一兩個 免得讀太多了 我就讀頭兩個 一個大流行 大流行 是減弱 正方是這樣說的 雖然疫情仍在全球蔓延 但除了全球病例數量變動增長方門 市場已顯現出一些復數跡象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顯示 截至3月31日 7天增長率已從3月27日的123%方門至大約107% 反方 這設數字取決於檢測試劑合的可用性及感染的定義 同時許多流行病學家還提出 一旦封鎖措施放鬆 世界會面臨感染率再次上升的風險 好了 接著 講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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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方說 除了大流行聲勢放緩來 市場似乎亦相信全球生產已達到最低位 會看上次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海嘯期間 摩根大通全球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於2008年底的讀數急錯至約36.8% 當時世界經濟仍在快速萎縮 為到了2009年3月 該指數已反彈 而包括美股在內的全球MSCI指數 股票指數 則在3月初財見底 換言之 製造業PMI是有機會早於股市見底 而在當前形勢下 中國本周公佈的製造業PMI 已回到50以上的擴張水平 生產的復甦 似乎確實較經濟學家預測的這麼快 反方 當前的關鍵區別在於 一旦復甦可能會出現 冠狀病毒或冠狀病毒感染新浪潮 引發更多停擺 這兩度 這兩度看到什麼呢? 平時看新聞 你會發現 一旦只有正方那邊 或者只看反方那邊 即是去報道 正方那邊 見底了 開始有緩和跡象 這樣 我們就可能會看好 就這樣看新聞 反方就可能有些 市場不好 氣氛不好 惡化 情況惡化 新聞通常是報道一旦 難以變 今天這段新聞很好的例子 就是我們要有一個逆向思維 我們看一段新聞的時候 我們除了了解他這個方向 我們要反過來想 喂 這個事情反過來 有什麼利好 或者有什麼利弊呢? 而兩者去比較 其實哪個權衡會比較重 而再作出一個判斷 是否入市 這個很重要 其實這一個新聞 其實很好給大家 分享給大家 可以去看法 多些思維 就是看新聞 不要只看 那樣東西 照單傳授 我們 想多一點 喂 他這樣寫 其實有沒有東西可以反駁到他 反駁到自己 那 就不會單單靠一些新聞 或者去報道出來的消息 會影響我們的判斷 因為 很多時候這些新聞 其實 都是一些大戶 可能是鋪排好 去出的 就是這些 所以 你會發覺 很多時候 如果一面唱好 故事 或者是唱淡 那 例如唱淡 原來就已經見底了 不停唱好 那些 可能就是已經見頂 就叫 差不多見頂 那 上門就見到消息 買貨 但是就見頂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 不是說不信心問 但是 要想多幾步 看多一點 才去決定 這樣 這樣 今天說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就按個讚 分享給你的朋友 還有 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 以後每一段影片都會收到通知 下次再聊 拜拜 拜拜